在讲座或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学一点历史 我自己可能大家多多少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 我和那个家伙是铁哥们 就是袁老师他也托我给大家问好 他现在可能还要过一些时间才能够再出来 到时候大家可以再跟他细聊 我跟他是大学同学同班同学 已经是30年以上的这种交情了 我们一师之徒 所以基本上讲课的思路啊 风格啊都还是比较像的 如果有机会呢 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 能够愿意跟我们去分享 那今天呢 跟Ramond聊了半天 也是在说我们讲点什么比较好 最近这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呢 在学校里边 我是在给八年级的孩子开中国近代历史 我就想呢 可能这个话题在平常在海外的华人圈讲的不太多 因为它比较郁闷 我们要讲几千年的文明 那确实我们也曾经是世界老大 是吧 我们要讲这个世界的历史呢 讲美国历史 讲世界历史呢 都有很多很多内容可讲 但是一旦谈到中国近现代史 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 就是被摁在地上摩擦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想跟 就是跟我的学生 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学中国古代史啊 你就知道你是谁 而学中国近现代史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是你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你会知道 你的儿子孙子那一辈 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就是华裔这个群体啊 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 我们这个群体 它跟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很多时候我们 有的有些人可能他想我要做一个过去 跟过去的切割 但是很抱歉 这就长这模样了 就是这个父母祖辈 你是没有办法选的 那我们就要从这段历史当中去看一看 我们的选择 今天的选择和未来的选择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所以今天呢 我愿意把这个题目带给大家 因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要想把这个东西讲透 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想涉及到近代人物 尤其是关键人物 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 最关键的一小群人的话 那么洋务运动这个话题 可能是一个比较密集的话题 所以我想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试图把这段历史带着大家 简单的回顾一下 首先做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 这是在1842年8月29号 在英国的军舰高华丽号上 中国的代表 清政府的代表和英国的代表 签订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叫南京条约 当时签条约的这个 大家看到中间这个坐着的 微微笑着的这个中国人 这个清朝的官员 叫爱新觉罗其英 你听这名就知道他是皇族 对吧 他后来有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想法 就是他认为 只跟英国签这样的条约 一定是不好的 他说如果给了英国很多的好的条件 那么美国人和法国人都长那模样 对吧 他们就会挂起英国企业来跟我们做生意 他们就会仇恨中国而感谢英国 所以他自作主张的跟美国和法国 签了一个比南京条约更好的条约 他认为这样的你看 那这个美国和法国就会感谢中国 而跟英国抢我们的蛋糕 那么他们就会狗咬狗一嘴毛 将来我们还可能要统一全世界 如此的脑回路让我们不禁怀疑 它到底是什么基因的产物 就是在1842年的时候 中国最顶级的 你叫他外交官吗 他签条约 他应该是外交官对不对 他对世界浑然无所知 而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 基本上没什么改变 我们既然要讲洋务运动 我们把这个背景说说 有这么几个人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动 比如林泽徐 大家知道这个人吧 民族英雄 金烟的 这个鸦片战争 可能他这金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的一个导火索 对吧 那最后战争过程当中就被浅述一离了 因为道光皇帝认为他是一个误国误镇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不冤 林泽徐的在前线的这个处置是有问题的 他是民族英雄没有问题 他的所作所谓禁烟禁毒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他在前线 比如说他没有真正能够和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去禁毒 英国的政府也是禁毒的 也不支持毒贩子 对吧 他没有做好这个工作 反而他断绝了中英贸易 而这一下是把英国政府跟毒贩子的利益帮盯在一起了 最后成为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所以他实际上也是要有一些问题的 林泽徐呢 在战场上看到英国人的武器的先进和战法的精妙 他在浅述途中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里边提到说 笔之大炮可及十里开外 我之大炮仅及二三里 若笔炮先能及我而我炮不能及笔 是气不良也 简单就是说人家的大炮的射程远 我这大炮射程近 我打不着人家人家打得着我 对吧 这就说明我们这炮不灵 然后说人家的这个打 就是开炮的这个速度快 我们速度慢 说这是既不熟也 把这些缺点都陈列在这封信上 实际上明确的指出一点就是 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气不良 既不熟的这个落后的情况 说便纵有百万批修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你给我一百万精锐部队跟这种洋人打 一哄而散 这句话你仔细想想 2003年美军打伊拉克什么样 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号称五十万精兵 号称五千辆坦克 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对吧 在美国的打击之下 伊拉克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五十万的共和国卫队哪去了呢 烟消云散 一瞬间就没了这支部队 林泽旭可能就意识到 人家的这种强大之处 不是我们在短期之内所能追得上的 但是在这封信的最后 他告诉他的朋友 你把这封信看完烧了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已经知道我们不如人家了 他那朋友没听他的 把这封信没收留下来 所以在史料里现在能看到 否则这件事就死无对证 就谁都不知道 那各位可以想象 为什么他在前线 他有过功劳 也有过过失 但是他把自己获得的一手材料 却绝不愿意公开去谈 你仔细去想 中国人最看的这面子 是不是在他身上显示的非常的充分 姚盈 徐继瑜 魏元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一流的人才 其中级别比较高 像徐继瑜做过福建巡抚 也就省不及的高官了 魏元这些人可能级别低一点 但是魏元的成就最高 是因为他把林则徐 林遣述新疆前收集的四周制 给拿过来编成了这本海国图志 而这本海国图志 在中国没有引发任何的反响 反而是被偷偷带到日本以后 引发了日本朝野的一片惊呼 日本从这本书里面看到 说西学要超过汉学 要超过中国 是从这本书中开始的 有的时候想起来说 那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十一长计已至一 我们想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几乎是零 我举一个例子 到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1856年 英国开始跟中国打 二次鸦片战争了 到1857年 广州沦陷 在广州驻守的这位 中国的梁广总督 就是广东广西的 最高军政长官 叫叶明琛 叶明琛这个人呢 创造了一个被俘 在战场上被俘的 一个伟大先例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外号叫六部总督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你是人得打过来 我得打吧 不战 他成天在那算命 军机禁止 取决于 这个吕洞宾和李太白二先 就全是在这算命 这就是中国最顶级的 封疆大力 梁广总督 这不是一般人 对吧 你打不过 你和谈不谈 防守守不住 你自杀不干 投降不可能 逃跑跑不动 这Mr.No你知道吗 老No先生 他把一切的可能性 全部否决之后 被人家生擒活捉 然后带了一本 吕祖经 就是这上八栋神仙 吕洞宾这个吕祖经 带着他跑到 被人捉到印度加尔格达 死在印度了 然后还字号海上苏武 大家知道 中国这苏武牧羊的故事吧 人家号称海上苏武 人家牧的是印度洋 就这么个玩意儿 你知道吗 但是这是在1857年 是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7年 是南京条约以后的15年 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那这个新思潮运动 基本上就是雷声不大 雨点更小 就基本没什么可说的 那下面 这个二次鸦片战争 火烧原民园 这回给清朝政府的打击就太大了 因为北京城被攻陷了 咸丰皇帝被驱逐出北京 最后死在成德的这个 避暑山庄了 皇帝都逃亡了 京城都沦陷了 又签了一堆的条约 应该说这件事情对清朝 从中央到地方的影响是太大了 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们 是不是有个后悔 说我们要提前20年 开始洋雾运动 会不会更好一些 历史没有办法这么假设 但是我们就按照平行的史观来看 如果说我们再早20年 有可能我们至少在对日本的这个战争当中 我们不会输得那么惨 这个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那二次鸦片战争 这个火烧原民园这个事情 可能大家至少在近代上都听说过 对吧 此后这个李鸿章 李鸿章实际上他在整个的镇压太平天国和后面的洋雾运动 以至于到最后的这个这个八国联系侵华信仇条约当中 这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人物 他有一篇奏章叫做仇役海防者 这是1874年的时候 当时国内分海防派和赛防派 海防派强调建海军防守海疆 这今天我们看起来是很先进的一个一个思想 因为中国直到今天可能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建立七十多年了 到现在可能我们才把海权意识 才是明确的提出来 此前基本就是个大陆国家 那么李鸿章在1874年就明确提出来 他知道英法美这些国家都是从海上来 所以他明确提到说 今东南海将万余里 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入 密基金时期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命 因怀吞噬之际 一国声势诸国构善 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这第一个数千年 是他告诉皇帝 现在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 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刻 这就跟国歌里唱 那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下面这我也不念了 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这个侵略 人家的强大 基本是我们都想都想不到的那种强大 根本挡不住 这个时候他就敢公开说了是吧 不但敢公开说 还敢跟皇帝说 因为很简单 皇帝都被打出北京城了 只要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当中 你就可以算王国了 我攻占你首都了 我就不承认你就完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李鸿章 作为中国整个近代 就是清朝这个大臣里边 应该说是最具有前瞻性 最具有国际洞察力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这篇奏章是极具分量的 这也是他要大规模的建海军 买军舰的一个算是一个由头吧 清政府当时是把那个赛防派 就左宗棠卫代表 叫赛防派 跟这个海防派李鸿章这一派 他是两边 就是都不能得罪 也都不能说你们不对 然后把这个有限的国防经费 两边分 但是给海防这还是有一定投入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我们会有一只叫做北洋水师的 这么一只算得上 曾经达到过世界一流的 这样的一支舰队 把这个放在这 我觉得李鸿章这个人 将来我们还可以再有机会 可以更多的去深入了解 就这个人给中国近代史 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给中国直到今天 国际地位也罢 国内的生产发展也罢 留下了哪些财富 这个人是值得我们去 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 李鸿章基本上等于卖国贼 这个是老百姓 基本上把他骂得很惨的 我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大家 去重新的去琢磨一下这个事 那么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龚前王一新 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张志冬 这简略说 有人曾经探讨过 说在中央 是不是只有一新 这个老六 是最大的洋务运动的头 其实不尽然 比他大的 也支持洋务的 慈禧也是 这个可能就有点惊讶 咱们一直以为慈禧是坏人 是吧 各位 就是小孩才说好人坏蛋 慈禧是支持洋务的 因为他知道 不办洋务 他的统治就无法继续了 这个是所有顶层精英都认可的东西 那些真不认可的就已经糊涂到了 一定境界了 但是慈禧不能算是洋务派 是因为他是玩弄权术的女子世界冠军 有史以来玩弄权术的世界 No.1 就是慈禧太后 他支持洋务派 他同时也支持保守派 让保守派对洋务派造成各种的这种 这个这个掣肘啊 这个让他难受 这样两派都得求他 这个就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古典的这个权术 这个在史书当中太多家了 你要学历史的人成天看这玩意 你能看怀疑人生了都 那这慈禧学问不大 字写的很差 也认不了几个字 但是他是天生的一个权谋大师 所以我评价他为中国有史以来女子冠军 权术方面女子冠军 什么武则天呀 什么前面的 比他都是小屋见大屋 那说到这儿就是公亲王 公亲王本身是有可能当皇帝的 就是他跟实际上当了皇帝那时候四哥 就是咸丰皇帝 他们俩之间也是曾经有过兄弟之争 他呢几乎当上了皇帝 但是最后成为亲王 对吧 他等于是本身就落败了 然后咸丰皇帝就非常的忌惮他 那在咸丰皇帝 在位的十几年里边 他基本就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然后等到咸丰皇帝逃走了 把北京留下来 让公亲王代表中国政府去谈判 说白了就是给他一个非常糟糕的 危险的一个活 因为那说不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 洋人在首都会干什么 火烧原明园这种事也都听说了 对吧 那会不会直接把他咋了啊 这可能就是有的 所以这哥哥对这弟弟不怎么友善 等到咸丰临死的时候 八个顾名大臣没有他 你要知道 以他的地位 以他跟皇帝的血缘关系 以他的办事能力 以他刚刚把洋人给安抚好 就无论内政外交 这是第一把好手 但是在皇帝的顾名大臣里边 保着小皇那个顾名大臣 八个大臣里没他 他就知道我完了 你知道吗 就他如果不发动政变的话 他基本上就死路一条了 那他当然就勾结慈禧 那慈安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就是基本没什么野心 但慈禧野心很大 所以疏扫合谋 把那哥哥八个全干掉了 那就是七乡政变嘛 就北京政变 最后他出任义政王 那这就是代表爱新觉罗家族 实际上在外朝进行统治 而慈禧跟慈安两宫垂帘听政 这可能咱们都听说过 对吧 那他在执政期间 是大力的推进洋务运动 所以中央有这么一个 亲王级别的在这坐镇 这比咱们刚才说林泽徐那些人 就地位就高得多得多了 这不是同一量级的了 而曾里佐章这四位算得上是清代的 就从同治皇帝以后 作为同治中兴的四大名臣 跟他们做助手的还有一批人 但是最杰出的是这四位 整个的这个洋务运动的口号 其实原则就是失一常计一之一 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以抵御西方侵略 而后来就变成了失一常计 先叫以自强 后来叫以求富 富强的这个概念 这也是李鸿章他们这些人 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其实我现在在国内就是教中学生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问他们 我说比如说 我们叫做强我所欲也 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A而取弊者也 你们挑吧 好多人都会挑强 为什么 说不强的话 你光富 你就被人欺负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国内的年轻的小朋友们身上 他们不管是从社会上 还是从家长那 还是从以前的老师那 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 被欺负被侮辱的 这样的一个民族印痕在 他会认为我强了才行 但是我也不纠正他们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那这个国家 如果在现在世界上这个国家里 既富且强的 比如说美国 咱们可能都觉得好 是吧 不说 如果说富而不强的 你举几个例子 强而不富的 你再举个例子 然后这些国家放在这 你愿意移民去哪个国家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还是富而不强好一点 对不对 我说那肯定 你愿意移民加拿大的 肯定不会愿意移民北朝鲜 对不对 这两个国家完全是两个集团 对不对 所以等到他自己选择出来 他才知道 原来我在过去受的教育里边 可能有那么一些被人点拨过的痕迹 就是这个在现在 包括在四中的学生里边 其实因为四中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了 也是存在这种现象 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四大名臣 因为一心是中央的 他没有亲自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主持这个大政方针 地方上的事情主要是四大东府在做 先看曾国藩 他创办的叫安庆内军卸所 从时间上来看 1862年 正好在他镇压太平天国的 最后的两三年的时间里 太平天国是1864年被彻底压下去的 那么在1862年的时候 曾国藩是发现洋人的洋枪洋炮 在跟太平军作战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管用的 那么他就想到了 我能不能够聘用洋将 就是洋人的工匠啊 甚至培养我们自己的工程师 我们来仿造枪炮 甚至仿造轮船 他这个 左边这个图就是 实际上他的华人工程师啊 咱们中国的工程师造出来的蒸汽机 这个在曾温正宫的日记里边写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被带去看 我们的工程师造的蒸汽机 我太高兴了 说洋人终于不能再欺压我了 因为你会的我也会 你不能再笑话我了 右边这艘船叫黄胡号 是用这个蒸汽机造的中国第一艘小火轮 对位不大 一百多吨 一个小船 但是是明轮蒸汽动力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number one 这条船在长江江面上跑起来了 跑得还挺快 跑了一个多钟头 歇菜了 坏了 就一个小时就坏了 但是曾国芬还是特别开心 因为我们自己造出来 跟洋人至少能差不多的东西了吧 这两位工程师 就是右边的两位 一个是华洪芳 一个是徐寿 徐寿华洪芳在中国历史上 是没什么名气的人啊 这俩人从小就不是好学生 四书五经念的就不怎么样 就不爱去跟着夫子们 学那个知乎遮掩 就爱动手骨头点不着调的东西 所以这俩人最后臭味相投 凑一块聊得比谁都开心 但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啊 徐寿是第一个在Nature上 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他发表过Nature 今天这就是院士级的 对吧 那绝对是水平够的 华横芳也是一个大数学家 那这些人 他们在中国近代 默默无名的这个环境里边 实际上为中国的进步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如果在座各位比如有学化学专业 或者咱还记得中学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呢 那里边的很多字都很怪是吧 都是徐寿给起的 当年徐寿起的时候头都快吐了 因为这玩意没这么多字啊 因为这东西都是 对中国人都是新的元素对不对 就一个一个往上愣凑愣编 后来他发现一好的是什么 就是明朝皇帝 明朝这朱家的皇族 他们都是叫朱什么什么 第二个字是排辈份 第三个字按金木水火土 每一辈都是一个五行中的一行 他把带金字全摘出来 后来发现 朱元璋的子孙可以凑一个化学元素周期表 连什么雷啊 什么这种放射元素都有 太好了 后来你就仔细 你看这都是徐寿定的 徐寿还翻译了一大堆的这种 工程学的数学的科学的这种文献 并且就是他们俩后来还在上海办了一个学校 就是今天上海非常著名的叫革智中学 中国不是讲究格物置之吗 那就是成诸理学当中的一个科学方法 所以革智这个词被认为是科学的代名词 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成诸这个革智跟后来的科学是不一样 但这俩是科学家 就这些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我们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学过的人 他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改变过 中国的这种鸡贫鸡弱的面貌 曾国藩 您可别忘了 他可是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纯粹的老夫子 而且他是一个理学家 所谓的理学家就是成诸理学的大师级的人物 他是很罕见的那种 就是说能够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宗师 而且在实践当中是能够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 文能入相 武能成帅的这种人才 你在历史上去找像儒家的宋朝以后的儒家的儒生里边 这个级别的人物 他前面可能就一个王阳明 那他听说明朝的王阳明那是个人物 然后后边就是曾国藩 儒家绝大多数宋朝以后都是俘虏 就没法要的玩意儿 但是这两位是难得的人才 你就从他能认识 能重用这种不着调的 没有公明的知识分子 你就看出来他的这种格局 绝不是一般人所可以比你的 那这个人就更牛了 这个人叫荣红 你就一看他这达本 你就知道这头发就不一样了吧 这就已经不是 这就是西式的头发了吧 他从小就跟着天主教会的这个教 传教士学习 然后他的那个老师因为生病要回美国 是个美国人 要回美国 临走的时候就问他 你跟我去吧 他说我跟你去吧 就走了就来美国了 在美国进中学 头发也剃了 也皈依基督教信基督教了 然后最后上了一个大学 现在还比较有名气叫耶鲁 你们应该听说过啊 耶鲁毕业以后 这个人是被认为是有史记载 明确记载的第一个 拿了美国学士学位的中国人 回来以后想报效祖国呀 想报效祖国的头发也剃了 他也不是清朝人的模样了 想报效祖国 他就想了 哎 我信基督教信上帝对吧 中国大地上 有一股力量信上帝 叫洪秀全 洪秀全那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你知道 他有中国特色了 直接投洪秀全去了 因为上帝嘛 上帝都是兄弟啊 投洪秀全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 把清朝推翻 把中国近代化信心满满 所以洪秀一看 什么模样 不要去 不予理睬 被搁置了若干年之后 完全看透了天王及其臣下的腐败至极的这种本质 以及对基督教的极大的亵渡 你说他有中国特色基督教 我就举一条 上帝有且只有一个儿子 对吗 他说他是老二 你让上帝跟信徒怎么解释这事 这说不清楚 怎么着 出于老二 还有老三老四老五老六 或者全是他们家的 对吧 西方传交士一看 就是四个大字叫神霸玩意 就没人认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这位荣洪一怒之下 转头 太平天国的死对头 曾国藩 还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老夫子 曾国藩是理学家 曾国藩一句洋文都不会 但是一看这模样 来来来 咱们好好聊聊 聊过之后发现真有本事 聊过之后发现 我要做洋务运动 这种人就是最核心的人才 对不对 好 重用他 重用的过程当中 荣洪表现的也还是不错的 最后荣洪就大着胆子给曾国藩提了个建议 说 咱们要想去学习美国的先进的东西 你派成年人去没用 外语就不过关 派小孩 幼童赴美留学 这是 荣洪提出来的 曾国藩在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年 1872年 联合李鸿章和丁日昌两位都府 一起把这个奏章上奏给中国的皇帝 最终得到批准 从1872年开始 连续四年 每年派30个幼童赴美留学 大家看看 这就是第一期 你一看这照片 你一想把这帮人都掐死 你知道吗 怎么都长这模样 这像孩子吗 对吧 那就那样 这还是挑选出来的好孩子 你往这一站 这都是石刻木雕 面无表情的 谁欠你们家的是吗 然后把这三十个 这第一期三十个 后边连续四年 每年算一共一百二十个 派这位老夫子 叫陈兰斌 担任政监督 派荣宏当副监督 你看这位老先生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读四书五经的 一句外语不会的 他跟书记似的 负责政治正确 这负责业务 那负责政治 政治要高一点 组织委员 政委要高一点 所以这是政监督 这是副监督 带着就去了 去了以后 不到一年 这小孩就这模样 头发也剪了 辫子没了 戴上小帽了 穿着西装了 一口流利的英语 拿着棒球在地上 你让陈兰斌一看 就得气死 你知道吗 这都什么玩意儿 这都是 祖国还没把你培养出来 你就开始背叛祖国了 但是你想一想看 小孩到了美国 是不是就这样 这才叫小孩对吗 刚才那年再比比 酷大抽身似的 这才叫孩子呀 对不对 你看这名单就是 后排第二个 那就是詹天佑 那就是中国近代 最为大的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 这120个孩子 在陈兰斌的统帅之下 来留学到美国 从小学中学开始上 陈兰斌在休假的时候 把他们聚在一起 朝向清朝的方向 三跪九寇 背四书五经 打手板 这帮小子能服这个吗 早就开始造反了 所以陈兰斌的主要工作 是什么呢 告状 他也不愉快 他在美国 但是他能愉快吗 你现在没法活呀 而且看什么都不顺眼 满意荣敌 对不对 所以成天打报告 这不行啊 不对 这不好 那不行 就是最后 清政府也烦了 就下了个令 说那把这个 120个孩子都招回吧 就是看来这个项目失败了 招回吧 招回的时候 年纪比较大的几个 拒绝回来 你要知道 如果在国家派你出去 国家负责你的 所有的衣食住行的情况下 国家把你招回 而你拒绝回来 在当时得多大胆 比现在的人胆大 因为那会儿可能是要杀头的 这几个没回来的 有几个大的就真进了大学 你比如像詹天佑 这就是进耶鲁大学 同步工程系 学建筑的 学铁道施工设计的 最后成为中国最伟大的 近代的铁路工程师 今天你要是从北京过来 您知道 八达岭这 对不对 他那人字行铁道 这就都是他干的 那是西方的铁路工程师 可能他未必敢干的事情 那这是这是一把好手啊 为数不多的几个 在美国受过比较好教育的 我这四期 每期给你举一个 第二个唐国安 有人听说过他吗 没有是吧 清华大学校长 就清华学堂 后来庚子赔款 不是建了清华学堂吗 第一任监督就是他 第三任唐绍仪 民国第一任总理 唐绍仪 第四位梁成 看着就好像不太出众是吧 清朝最后一位的驻美公使 驻美公使 跟美国政要聊天的时候 就是少来这套 我都懂 当年棒球你输给我们 就是一口流利的英文 跟美国人 美国人 这掌正不然还能这么 还能这么折腾的 就是 就是西方的通用一样 人均似的 这些人在后来都多多少少 起到了一点点作用 但是120个人中的绝大多数 没有留下来 都撤回来了 就算撤回来 也是在各个领域当中 都是骨干力量 所以这一次 荣宏实际上是惨败了 他的这个计划 本来是要更长时间 取得更大效果的 他最后呢 就就待在美国 最后一直是 到1912年他才死 他死后就 他是埋在这个康涅迪格中 就在这个耶鲁大学旁边 直到今天 耶鲁大学里边 还有他的纪念的 这个纪念堂 还有他的墓地 还可以在附近 当年就是 耶鲁大学的赵生观 到四中去做演讲的时候 特意 就是因为我不是接待他嘛 特意跟我说 我给你讲一讲 我们耶鲁大学 跟中国的关系 我说你不用讲 我给你讲讲 我学历史的 就特别开心啊 知道 因为这个关系 只要一搭上 你就会发现 这心气是通的 因为这样的人 在历史上是没几个的 曾国藩 因为是四大名称当中的老大 年龄也比较大 他干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这几件事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左宗棠 左宗棠比曾国藩小一岁 左宗棠的特色是什么 湖南的蛮子 就是湖南 湖南人这脾气 好像比较诡异 后来我就发现 中国近代史啊 能够挑头改变中国的 都是广东人 能够最后收服广东人 都是湖南人 那这湖南蛮子 他没有考中过近史 他最高身份就是个举人 举人也可以做官 但是做不了大官 基本就支线这一级别 可能举人是可以做的 往上不行 所以他一直以出身为尺 其实他的才华肯定是够的 后来因为功劳太大 他也做到了封疆大力 做到都府一级了 结果在做这个陕甘总督的时候 就陕西甘肃的总督的时候 他突然给同志皇帝写了封信 说不干了 说我有点别的事忙 我不干了 皇上你忙什么呢 我要参加科举考试 我不是进士吗 你们不是老嘚瑟我吗 我要回朝参加科举考试 等我参加完了 您把我从六品官往上重新升 同志皇帝都该气哭了 你在前线那么重要的时候 你回了参加考试 算了 赐同进士出身 我赏你个荣誉进士吧 你不要回来折腾 他就堵这口气 所以凡是到他门口去拜见的那些低级官吏 只要名片上写上是进士 门口站着 只要名片上写上 举着来来来 先了先了 这人脾气就这德行 他跟李鸿章也是死对头 他跟曾国藩其实也是较劲 因为曾国藩怎么都碾压他 本是可能他比曾国藩要强一点 但是无论在这个事工到这个品德 在采取各方面 其实曾国藩都不输给他 都碾压他 所以最后他跟曾国藩也属于那种 都是湖南人嘛 这也是惺惺相惜 但是也一直在较劲 一直在较劲 左宗棠和沈宝珍 沈宝珍是他的助手 他在敏浙总督镇上 待了不久就走了 这个沈宝珍接着干 他们干的一个漂亮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福州传政局 中国第一个能自己造2000吨级的 蒸汽动力轮船的地方 福州传政局 你今天到福州去看 就是马尾地区这个基础设施还都在 而且他知道你光把军舰造出来没用 你得培养能操纵军舰的人 人才的培养 这是他比所有人想的都在前面的 所以他附设一个马尾水师学堂 这个学堂牛在什么地方 分内堂和外堂 内堂全用英语讲驾驶 外堂全用法语讲机械 所以这个学校毕业的孩子 至少是三语到四语精通 优秀毕业生直接送到英国皇家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去留学 后来北洋水师的各舰的管带 就是舰长啊 基本上都出自马尾水师学堂 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说 曾国藩那个安清理军舰是最早 早开花炮弹嘛 就是能这炮炸的炮弹 那是最早的 那这个就是理念最先进的一个 确实左宗堂的水平不一般 当年有一个外号叫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堂 就这么牛的一个人物 那他确实很牛 他后来也是因为名气 他比这个李鸿章的名气 李鸿章卖国贼嘛 成天就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贵子肘 然后对外就是卖国妥协 他的好在哪的 就是他收复新疆 他收复新疆抵抗沙俄 可以说成为民族英雄了 所以人们一般很少骂他的 对吧 但实际上从对近代的影响来讲 李鸿章无疑还是要碾压他的 好 你看到这样的 就是比较现代化的思想 你会发现洋务运动 确实要比林泽旭 他们的心思要好得多得多了 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对吧 大家可以看这张 这是一张老照片 马尾水师学堂的照片 我前些日子上福州去开会 正好有半天的工夫 我就跑到这个码头去看 去采访 去拍一些照片 但是现在基本都看不出来的样子了 但是这就是中国的海军教育的发起地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儿 你再看这个 这就是水师学堂刘英的一些学生 都看不大清楚谁是谁了 也是后来定远舰的管带 像这个 像这个刘不禅 这个左上角刘不禅 这个下边 林永生 叶祖归 林泰增 这些都是 北洋水师的 比较牛的 方伯仙好来是因为他战场上 就是表现不佳 被斩首了 那是为了临阵脱逃 但是三战兵呢 就一直到民国 都是海军的上将 这些人 你仔细看 他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马尾史学堂 被培养出来 有人可能会问 说好像 甲午海战中特别英勇的 一个叫邓士昌的是吧 邓士昌是不是这毕业的 邓士昌是这个地方毕业 但是没去留学 邓士昌后来去过欧洲 他是去接那个军舰去了 因为咱们的很多大的军舰 都是在英国和德国造的嘛 你得开回来 开回来的时候 他去接军舰 他去过去过欧洲 所以也是一个 就是很西化的 这么一个一个将领 那这些人实际上 就基本就意味着 中国近代的海军 其实就是这些人带着 那他们的背后 让他们受到相应的教育 训练的那个人 大概就是 我们说左宗棠 他们这些人 所以实际上很厉害的 那我们再看看李鸿章 这个梁启超先生 对李鸿章有一个评价 叫 武敬李鸿章之财 武兮李鸿章之食 武悲李鸿章之欲 这三句话哪来的呢 1901年李鸿章死 临死之前 他把自己平生收集的 一些档案材料 就给了梁启超了 梁启超是他的政敌啊 因为李鸿章是 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而梁启超跟康尔维 那不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吗 戊戌变法政变以后 那这康梁就属于侵犯 通缉犯 但是李鸿章不在乎 李鸿章知道 能够使老夫 也就是你了 年轻人也就是你 因为他对梁启超非常的认可 所以把这些材料给梁启超 梁启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写了一部李鸿章传 文言文七万字 就在他死的当年就出版了 这本书直到今天 还是颇可一读的 就你去想想 梁启超凭李鸿章 这两人的名字放在这 分量就够了 对不对 而梁启超又是大文学家 大历史学家 也是个大政治家 他们俩还是政敌 你从他笔下看到这三句话的时候 这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一个事 无敬其才 无息其实 无悲其欲 咱们逐一来解释 首先看这个敬李鸿章之才 有哪些 我把这书放下 李鸿章干的事全在这呢 你自己看看就是 李鸿章从1863年开始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这是翻译机构 对吧 语言翻译 后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这是近代军工厂 然后赴美1872年 又同赴美留学 他是主力推的人之一 因为他老是跟他一块 但是曾国藩1872年就死了 后边是金门州他管的 轮船招商局 这是近代化的运输 福建传政生出洋 他也有参与 构铁甲建 建设北洋水师 设水师学堂 设南北洋电报 开瓶矿 我就一个一个下来 我后来就发现 所有这些领域 您往前倒 您往后看 中国还有哪一个官员 政府的官员 能够把这些事实上 全都做出过 至少是国家级的 水平的成就来 部分的是世界级的水平的成就 前无古人 而且到今天为止 后无来者 这就是一个超大号的权财 再加上他对于 国际局势的把握 他对于中国 这样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 在世界列强纷争当中 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认知 极为清晰 全世界基本上都认可 中国有个李鸿章 说白了就是 为什么他签了那么多的 不平等条约 就是别人不跟 别人都不能上谈判桌 人家认为你根本不配跟我们谈 只有李鸿章能谈 李鸿章去 这事就能解决了 解决了他就得签名 签名就去买过贼 所以这辈子都签习惯了你知道吗 到最后就是到了 这个1901年签新丑条约的 这78了 78的老头了 怎么着都能退休了 对不对 面对11个强国提出来的 就是非常残酷的 这个新丑条约那种 最后 因为跟他一块 这是庆亲王一框啊 庆亲王是代表 爱心觉罗家族的 然后这个李鸿章代表 中国政府嘛 最后老头就跟年轻的庆亲王说 你啊 你还得保留你的名声 我来吧 我先签 反正我这名声也完了 然后后事让人骂去 签完了以后不久 吐血而死 这些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但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看他的财在哪 比如说1864年 他给总理衙门写的东西 他说洪章以为 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就人家的枪炮厉害吧 我们得学武器 对不对 而欲学习外国利器 则莫如秘智器之器 施其法 而不必禁用其人 我们到今天 有人把这事 完全想明白了吗 今天中国是不是 一招机 还是大量的买买买 我们有钱 我们能买些 买些全世界 对吧 可是李鸿章就非常清楚 你要买可以 但是你光买不行 你得买人家的利器 还得买人家的智器之器 还得培养能使用智器之器的人 对吧 他甚至提到 他说 找这种人 我专设一颗取士 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干的是什么 通过科举当国家公园 知道今天不都这得应 我单设一颗取士 我不影响你八股取士那些老父子 你们该怎么玩怎么玩 我单设一颗 我把这些人给聚集在一块 我养我有人可用 就是脑子极清醒 对不对 那你看他干的 这是叫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 是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军工厂 那咱说了曾国藩最早 对吧 左宗航最先进 他这是最大的 而江南制造总局 一直到民国都有 到现在都有 他就是今天的上海东方造船场 而上海东方造船场 就是中国航母的那个 造的那地方 至少能造十万吨以上巨轮的地方 这是最早是开启于李鸿章的 我经常会问我的学生 那李鸿章给中国的 现在留下了什么 包括那个轮船招商局 你在国内待久了 你会知道 提到招商这两个字 知道有一个招商银行的吗 轮船招商局的后代 就他给中国留下来的东西 是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得见的好东西 那我就问学生 你们觉着 洪小祥给中国留下什么 有中国特色基督教吗 对吧 那玩意儿还有人信吗 你敢信吗 对吧 这些都是很好说的 而且李鸿章手下 建成了中国的海军 这个海军中最强的 一共三支海军啊 北洋水师 南洋水师 和福建水师 其中北洋水师 一度达到世界第六位 亚洲第一位的 这样庞大的舰队 就是我们中国在近代 如果说还有世界前六名的东西 李鸿章也干过 那很罕见的 你比如说北洋水师 这当然是老照片吗 北洋水师的所有军舰 一共大小25艘船 其中两艘主力铁甲舰 是排水量7350吨的 德国造的铁甲舰 而当时买这个德国造的铁甲舰 便宜到什么程度 是因为德国在跟英国竞争 英国不是海上的 绝对No.1吗 对吧 德国想跟英国竞争 所以用低价 甚至是赔本赚腰化的方式 向中国出售两艘 非常好的 质量非常好的这种铁甲舰 满载排量7350吨的 这是中国自有航母 以前最大的军舰 这中国的现代机导弹军舰 应该是六七千吨的样子 这是7350吨 壁上挂的 船舰上挂的这个铁甲 30厘米厚 舰手的主炮 是305毫米大炮 就那主炮要凿一下子 一般船都受不了 在甲午战争当中 这两艘船都在 大东沟海战当中 与日本人熬战 各重弹一千余发 开回来了 你要知道 一千多发炮弹 打在这船上 开回来了 一般的船 有个十发二发就沉了 所以这德国造的结实 这是著名的 虽然比较笨重 但是真结实 另外从英国 买的这种快速巡洋舰 轻巡洋舰 总之配起来 大小25艘舰船 当然 就是买的时候 是高速巡洋舰 等到跟日本打的时候 已经变成低速巡洋舰了 日本买的舰更新 人家下水的时间也晚 设计的水平也高 咱们是追不上人家 但当年建军的时候 这几艘舰是过得去的 是相当过得去的 有的时候你就想 那这些军舰 如果要是说 就不用说是 征服全世界了 咱们保证一个 亚太地区的 维和的任务 咱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时不上出这些 溜达溜达些什么的 咱们也溜达过呀 这些北洋水师 跑日本溜达过一圈 给日本人给吓了 但日本人这个民族 就讨厌就在这 他害怕完了以后 他想办法揍你 他就下定决心 从天皇开始 节育缩食 特别具有 就跟中国某些人一样 具有表演性人格 天皇就是一著名 表演艺术家 我都要饿肚子了 我省钱给咱们买军舰 买军舰 打清朝 就那俩大家伙 弄沉他 日本上下 就奥利给了 你知道吗 捐钱 甚至有的 那日本从事 特殊职业的妇女 捐钱 捐钱 因为不管怎么样 都是为海军 最后人家 这真的就在 海战当中 把咱给彻底的打败 我所说的洋务运动 最后的失败的标志 就是在这个 北洋水市的全军覆没上 那是作为标志性的世界 至于 道德斯科南 就是等讲 如果有机会讲 这个甲午战争 我们可以去分析 为什么我们打不赢 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希望的 但是呢 基本上这个希望 就是比较虚幻的那种希望 实打实的硬碰 咱们是明显不如 日本的这个军事实力了 你看 这是 就是 就是 舰守的这个 定远舰 舰守的这个 这个炮弹 这炮弹 基本上半人高 就这个水兵坐在那 跟他的 比他头还高一点 就这一号炮弹 要凿上的话 日本是非常要命的 其实在 大东沟海战当中 定远前主炮的一发炮弹 是打进日本旗舰松岛号的弹药舱的 就是内发炮弹 打进去 如果爆炸了的话 松岛号一定已经全体欲碎了 为天皇尽忠了 就 但是没炸 所以后来很多传闻嘛 不是说 包括小说演绎的 说这 那炮弹里不是炸药 是沙子 是没钱 不是的 就是 就是在这个演习当中的炮弹里面 配上一些沙子 是为了配重 是为了有一些技术操作 这是允许的 但是没有把所有的炸药 全部换成沙子的 咱们打的那一发炮弹 不是爆破弹 就是 就是海军队里讲的 叫流弹 流弹就是能爆炸的那个炮弹 那叫流弹 咱们打的是穿甲弹 穿甲弹是干嘛的 是在船上早眼的 它不爆炸 它可以打一眼 然后 如果在水限一下 你就沉了嘛 就漏水了嘛 所以那一发穿甲弹打到了弹药舱里边 当时日本的这个联合舰队司令 一东有风 当时两眼一闭 就准备为天皇遇罪了嘛 后来发现 哎 没睡了 这就是 狗屎运 就都凑一块了 那就总体而言 我们的这支舰队 是曾经 至少让我们的东亚小伙伴感受过一丝压力的 那这一反过来看 是 北洋水 是或是中国海军 甚至说是洋雾运动的一个成就 最后打败了 全军覆没了 咱什么也不说了 那确实是我们不灵 对吧 该服也得服 但是这个过程里边 李鸿章 所做出的这种努力 应该说是 是看得见的 这是他的这个机器织布局 因为英国打中国鸦片战争 它是为了把中国辩征 它的原料产品和商品市场 对吧 英国在工业革命当中最领先的就是 就是这个棉纺织业 所以卖布实际上是英国的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出口产品 自从五口通商 加上后边越来越多11口16口通商以后 洋货源源不断的引入中国 我们的土布是玩不过洋布的 质量也不行 这成本也高 因为是手工操作 那李鸿章说 我也要买机器 我也要造洋布 我用洋布跟洋人的洋布去争利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因为军工厂 它的大量投资是没有回报的 它也不像现在美国军工厂 它可以跟政府签协议 它可以卖给政府 政府可以采购 中国不是那中国是政府投资 然后所有的产品归政府所有 它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去 对吧 最后的结果缺钱 缺钱怎么办呢 从自强到穷富 李鸿章什么都干 包括伦臣招商局 这个伦臣招商局 可能是中国自有外交以来 取得的最辉煌的外交胜利 就是击垮了一家美国公司 美国有一个齐昌公司 挂星挑旗的齐昌公司 然后来跟李中堂的上海 伦臣招商局去竞争 最后发现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把货物交给李中堂去运 美国人想不明白 为什么 我们的价格更好 为什么 因为它是李中堂 就是这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实力 你看这不是上海伦臣招商局吗 就是它真的做成了一个很大的近代化的争气动力的运输公司了 这在几十年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它手底全部都变成现实 才华可以是吧 那什么叫五息其实啊 我们经常看到财时 财时 财是英语的knowledge 或者talent 或者是什么 就是我的才华 我的本事 对吧 但时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词 就是英语 你们可能英语都比我好 view view是事业 对吧 或者叫做cognition cognition就是认知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什么 他将决定我在世界上和在我的国内 我怎么去去运用我的财 因为财是够用的 但是时如果不够是要出问题的 梁启超说五息其实说明李鸿章的见识 是被梁启超所批评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李鸿章说 1864年说 中国文武制度 世事远出西人之上 独火器万不能及 这一句话就出事了吧 对吧 中国的文武制度是真的都比西方强吗 我们插的就是那个轮船 枪炮 如果是那样 洋务运动就对了 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是吧 但事实证明他一定会失败 后来李鸿章的一个老部下 叫张树生 张树生是当年怀军的一个将领 那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人物 绝对是他亲信 临死之前当的是梁广总督 广东广西 在1884年临死的时候 上了一个遗者 给皇帝上个谢恩的 就是遗嘱了就谁 也是拼着自个儿将死了 什么话都敢说 你看看这个部下的这个观点 他说西人立国自有本末 洋人啊 人家有他的根本 有他的皮毛 说礼乐教化可能跟我们比精神文明差一点 那我们更好一点 但人家有富有强啊 这你不服不行对吧 说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堂 论证于医院 军民一体上下一心 务实而戒须 谋定而厚动 此其体也 这话 有点分量 人家的教育是什么 人家的议会政治是什么 人家的军民就上下一体 这种团结是什么 人家做的是实事 而不去目那个虚文 人家谋定而厚动 所有的事情是运筹为物 决胜千里 这是西方的体 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 轮船大炮 洋枪水雷 铁路电线 此其用也 咱们现在热衷于学的是人家的皮毛 临死了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 其名也豁出去了 对不对 反正你也不能让我再死一回了 接着说 中国以其体而求其用 我们只学人家的皮毛 而不学人家的根本 无论解决不趋 长不相及 我们是追不上人家的 对不对 你就老在后边追 你是追不上的 旧令铁剑成行 铁路四大 果足是于 1884年 距离甲午战争十年前 这位 李鸿章一手培养起来的铁杆 亲信 说 就令我们有成行的军舰 北洋南洋加福建 可以了吧 对不对 铁路能够四通八达 这都是近代话 对不对 靠得住吗 没有答案 人家临死问了一句 靠得住吗 没有影响 这个奏章 没有任何影响 皇帝一看 还是怎么讨论 给你加一个嗜好的问题 你这个话 不中听 不中听 反正要死的人了 算了 李鸿章也没太在意 那你把这两端一比 你就可以知道 虽然李鸿章那话 是1864年说的 他这话是1884年说的 差了20年 但是李鸿章的地位 又岂是张树生 所可以逼你的 张树生只不过是 李鸿章手下的 一个小卒子而已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认识到西方的制度 西方的教育 西方的思想 才是人家富强的根本 那我们在洋务运动中 还中体西用 还学习西方的轮船 这个枪炮 来保卫我们大清国的制度 这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 真的会出现人格分裂的 最后全部被他不幸而言重 所以十年之后 当北洋水师战败 十一年1895年之后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李鸿章被迫到日本 去向这个罪儿小国 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会儿 他是怎么看待 当年这个部下说的这番话 也可能老头后悔了 但这世界上唯一没有卖的 就是后悔 袁伟实先生 这是中山大学的一位 哲学系的近代思想史的教授 现在还活着 我当年看他的书的时候 就看这本 帝国落日晚清大便局的书 应该是在二十多块三十年前 我在新街口的马路边上 一小书摊里边 我拿着随便乱翻 打开这本书 我在那站了两个半小时 我看了大概一百七十多页 就站在那我就动不了弯了 他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 他是从近代思想哲学的角度 去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 非常深刻 但是在国内基本上是 这书你是不大容易找到的 他就说 李鸿章最大的问题啊 他是个官 他永远想着办国营企业 国企 他认为只有国企 只有派书记 只有是吧 国家资本 那才能做好事 你们这帮民族资本不行 水平太差 实力太刺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国家投资的东西 它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的 而且国家投资的 直到说不好听 到今天为止你会去发现 国家投资的所有企业 他要不腐败 才见了鬼了呢 他里边要没点问题 他才见了鬼了呢 今天我们开车来 我说这加州的油价 可以赶上中国了已经 恭喜大家 你们终于跟世界上最发达的第二国家 持平了现在 以后加州人民 我们的油价跟你们有一拼 我们说落后的美国 终于赶上中国了 国企是办不好的 或者说按照自由主义 或者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讲 国家该干的事情 就是没人去投资干的那些 无利润少利润的事 国家才应该去干 对不对 你拿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你拿我们的钱 赚我们的钱 你好意思吗 对不对 这就咱们就不分析这些了 李鸿章对这个是没有认识的 所以李鸿章办的这些工厂 水平都不低 但是效率都很差 效率都很差 你也别忘了 造出那枪炮不合格 上面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拿着不合格的枪 上前线的人都没回来 对吧 回来的人那枪都还过得去 所以他不知道 他大把的银子投进去 中间每一层每一层都在被 咽过拔毛 是吧 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规矩 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有人说骂慈禧 说你这海军经费 两千万两白银 你修了颐和园了 修颐和园没花得了两千万两 那两千万两 从内务府出来就成一千万两了 还没出门 分一半 最后皇家的工程能够有十分之一 落到这工程上 就算是对得起祖宗了 各级官吏全部都要 意思意思 而且那点意思 真的不能变成不好意思 大家就是这么多年 就是这么混下来的 对不对 你在民主国家你试试 你在自由的市场 金银片你试试 你没有生存的空间的 但是李鸿章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举国之力 办大事 我可以做得非常好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会被 真的就遮进去了 这老头 你说他才够不够 没问题够 时呢 是欠缺的 他有一定的近代化的认识 他的近代化认知的水平 是全中国当时最好的 但是还不够 他跟世界一流的政治家 军事家 经济家 相比 他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所以后来1896年 他访问德国的时候 不是跟德国的老宰相 比斯麦见面吗 人家介绍 说这东方比斯麦 李鸿章东方比斯麦 比斯麦 我瞧瞧谁是东方我 就长这么模样 俩人在比斯麦的阳台上站着 还指点江山 聊得挺好 但实际上 如果拿他跟比斯麦相比 还是段位还是差一块的 这个咱们实话实说 比斯麦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当中 无可替代 好 所以袁伟石先生在这点就批评了李鸿章 可批评的这话有人听吗 没有 对吧 这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 碑其玉 这是一张老照片啊 唐须铁路 唐山到旭格庄的铁路 是唐山出煤啊 从旭格庄这 要出煤运到唐山去 是往煤矿里边修的铁路啊 不许拿蒸汽机车来拉 改用骡子拉 因为蒸汽机车坏风水 坏风水 那晚上呜呜一觉冒烟 多吓人呢 祖宗的灵寝就在旁边 对吧 这惊了我们祖先了 所以光绪六年 光绪六年就是1880年 1881年的样子 因为1875年是光绪上台嘛 对吧 刘明传也是他的助手 是后来台湾的第一任寻服 历请修铁路 李鸿章支持 更多的人群乡俄亥 不但责骂 刘明传义李鸿章 执欲破坏列祖列宗 之惩罚一乱天下 而且宣言 铁路行之万一则可 行之中国则不可 非常有中国特色 就什么东西 都是洋人可以 我们不行 我们这个地方 怎么能洋人这个玩意呢 不可 这是1881年的事 而日本是1868年明智维新 对不对 然后还没有安定 立刻开始修铁路 1872年东京到横滨的东横铁路通车 人家四年就修好了 我们是1862年开始的洋务运动 到1881年快20年了 铁路才修好第一条 这你就说 你让他怎么干 对吧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你光骂他没用 比如中国的著名的理学大师 这人叫涡人 蒙古族 因为李鸿章 公秦王他们要建一个翻译学校 叫京师同文馆 要建翻译学校 要请外教 你想你教翻译 教外语 你不请外教 这思路没问题吧 人家说什么 窃文立国之道 上礼义不上权谋 根本之土在人心 不在记忆 这什么意思 这国家要想站得住 要的是礼义 不是权谋 我们的这个根本之土 要的是人心 不是记忆 你看 今求一亿之末 全家最刺的那玩意 还以洋人为师 这洋人坏啊 杨人都长得猛烈 这么一进化干净 未必传奇 他不教我们真东西 即使他教的 还真教我们成就的 不过是数数之事 跟炼丹的是一水平的 老头就这种水平 认为科学家就是炼丹的 古来 古今来 未闻有失 数数而能起衰 朕弱者也 天下之大 不患无才 如以天文算学 必须讲习 博彩旁求 必有旌旗术者 何必疑人 何必失事疑人 你就能从文章之后看出来 老头急了 对不对 经典之上咆哮 这是给皇帝的奏章啊 一字奏章啊 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不行 公亲王也急了 公亲王那会儿 办点事不容易啊 公亲王直接开怼 你看这段 公亲王奏章 说该大学士 就就是无人啊 既以此举为之 矮自闭别有粮土 如果实有妙策 可以致外人 不为外人所致 臣等自当追随大学者之后 悉心上半 翻译成英文这句话怎么说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e be 对不对 你得瑟什么 你没有别无良策 对不对 就跟我这讲 五讲四面三上 精神文明 人家打过来 你跟人上政治课 你派书记过去 对不对 人家过来是干嘛的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你根本不可能 说如果你就这套东西 未可折冲尊处 足以至迷之命 臣等十位敢信 就办一翻译学校 公亲王办不了 就这么难 李鸿章后来写了一封信 那是私信 给公亲王和大学士文祥 鸿章切以为 天下是穷则变 变则通 多明白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极点了 我们是不是已经混到 一定境界了 你不求改变 你就死 不想死 你就得变 就这么简单 这也是中国古代 也有这种话 对不对 不是说都像洋人学的 说中国士大夫 无事则持外国之力气 为奇迹银巧 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经外国之力气 为变怪神奇 以为不能学 我们的统治阶层中的 核心精英 都是这些废物电影 没法说话 说话就 滔滔不绝 全热 有的人可能 能够被点醒 有的人根本就点不行 就在这种情况下 李鸿章办了一辈子洋物 晚年 晚年 他说过一段话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 这些事 没有能够让我放手办的 我就是一个表胡将 一个破屋子 我是胡窗户枕的 我能把它胡得干干净净的 让你能住 还让你能觉得挺好 但是经不起风吹雨打 如果有小一点打过来 我赶紧马上 我的胡上还能凑合混 你非与双手扯破 你必须跟外国的猎枪同时开战 你让我这表胡将怎么办 我就是庄阳算的 这当朝之第一人了已经是 洋物运动的第一名臣 你不觉得老头 七十多的时候说这话 惨兮兮吗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可能我看着你们的年龄 还没有到李鸿章 这个年龄的分 真到您七了八十的时候 一辈子的心血毁于一旦的时候 你说我这辈子 也就是个胡窗户的呀 你们让个胡窗户的 寄予我这么大的厚望 然后把我骂成狗血奔斗 我上哪儿诉这冤去 对不对 所以最终我就说 为什么这本书李鸿章传要读啊 梁启超在这里写了一段什么话 他说天下为庸人 无救无欲 只有那个平庸的人 他没人夸他也没人骂他 说举天下人而物之四可谓非常之坚雄一呼 大家都骂的人就是坏蛋吗 大家都夸的人就是好人吗 说天下人云者 常人举千百二非常人不得其一 大家认可这个吗 一个群体当中水平差的是多的 水平少的叫精英 那是少数对不对 所以以常人而论非常人怎么能够行呢 他根本看不懂你在干嘛 最后这两句 故欲满天下未必不为相怨 傍满天下未必不为为人 取天下人都夸的可能是得知贼也 孔子说老好人 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样的人最受欢迎 对不对 但是李鸿章这种人是天下节约可杀的人 是天下节约可杀 而且死后骂名 不说千载吧 骂名百载是有的 1901年骂到现在了 是吧 但是傍满天下未必不为为人 这句话放在这儿 李鸿章在墓里能哭了 此子知我也 因为我李鸿章就是傍满天下的人 对吗 我拿这句话 曾经在我为数不多的一次机会 四中开学典礼让我上去讲话 我把这段话讲了 底下老师交头紧 他怎么说这个 所以我觉得四中老师的也有一批人 李卖国贼 也会有这么一批人的 没办法 最后还剩一个张之栋 张之栋这我就不多说 他比较 原来是个清流就属于骂街那种 差点是骂街的 在朝廷里逮谁骂谁 尤其骂李鸿章 骂的彼时都狠 最后李鸿章实在受不了了 想了个馊招 把他派到山西当巡抚去 你在中央你只会骂街 因为你不干事对不对 到山西去你试试 还是那句话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aby 到了山西 他立刻就变了 他说原来我骂人家的那些东西 我自己都要做 所以后来成为洋务的一代名臣 四大名臣他最晚 他活得也最久 但是成就也还是挺高 他常年做湖广总督 就是湖南湖北归他管 因为这个汉阳铁厂 但是你会发现 这也是一个 没有近代化意识的这么个人 他要造东亚最大的链铁公司 好吧 可以吧 链铁公司要造 然后他让英国人说 驻英共识 给我买那链铁炉来 英国人说你买链铁炉 你把你那个 那个煤铁 那样本给我寄过来 我得发现 我们这有两种酸式链铁法 和碱式链铁法 不一样 我给你弄哪一种啊 着急 我这给你寄过去 你再寄过来 有没有 这个FedEx快递 好几个月 半年就过去了 你就照英国人用什么 给我弄一份来完了 我们这什么没有啊 地大物博 你什么都有 结果人家用来 送来的是英国式的 叫酸式链铁法 跟大爷铁矿的铁不配 所以汉阳铁厂 它是规模是最大的 产量是最高的 但是质量不行 它造不了铁轨 能造枪炮 能造一般的枪炮 可以 但是很脆 造不了铁轨 因为它这 就是 就不懂科学的人 去做科学决策 大概率就是这样子的 最后 这汉阳铁厂 人家说那你好啊 你有 湖北有铁矿 大爷有铁矿 对吧 你把这钢铁公司 放铁矿边上 是不是省了大量成本啊 人家老哥 你看 这理由非常充分 我看不见 大爷太远 给我割汉阳 我在武昌 隔着江 我看着汉阳的烟酥冒烟 我天天心里边很愉快 为了让领导愉快 就在龟山脚下的水田里边 造了一汉阳铁厂 成本翻翻不说 这交通这个烂马 那不管 因为领导最重要 科学不重要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 而最后 这老先生还提出一个 叫中学以为体 西学以为用 这话实际上 不是在洋务运动过程当中说的 是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了 到了戊虚变法的时候说的 戊虚变法 不是也是要学西方 而是学制度嘛 结果四季太后出手 把这吴虚六军自杀了 康梁跑了 吴虚变法就失败了 在这一会儿 这张志冬站出来 说你看 我们当年喊出来的那个口号 那叫做中学以为体 西学以为用 怎么解释呢 咱们刚才说半天 张若生的体育用说了吗 对吧 中国的传统的制度文化 是本体 西方的科学技术 是皮毛 皮毛是保护本体的 所以我想 各位可能 就我讲到这儿 你大概就觉得呢 它失败是一种必然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它有它好的结果 比如它是不是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工业 用机器生产 这事我们做到了吧 不管是武器级别的 还是民用级别的 我们都用蒸汽机来做了 对吧 虽然蒸汽机是人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我们这个 这会儿都已经第二次工业革命了 人家就开始用电用石油了 我们还没追上 但是毕竟我们开启了工业化 对不对 你不能说它不对 我们毕竟培养了一批近代化的人才 有一个詹天佑也都过得去了 还有不止一个呢 对吧 我们毕竟改革了一些教育考试制度 我们毕竟还曾经成功的击垮过美国公司 这都是可以写进历史的 所以最终惨败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这个惨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圈可点 这三十几年的洋务运动 对中国来讲 很重要 很重要 各位 如果说 以成败论英雄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的李鸿章 什么都不是 中国近代没有一个好人 因为基本全败了 对吧 我比较反对这种庸俗的历史观 李鸿章属于败的最惨的一个 他一生的心血 全部在家务战争当中灰飞烟灭 所以老头又去签了马关条约 回来以后更是奇耻大辱 几乎全国节约可杀 最后他1896年出访俄国 就是给这个尼古拉二世 沙皇加冕庆典 他作为中国专使去 然后顺便访问欧洲 然后再到加拿大 到美国 这一圈在美国 你会发现 李鸿章在美国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那水平不低 那那是 那在1896年 97年的时候 96年的时候 水平是不低的 然后从 好像是从加拿大 温哥华坐船回来 路上要在这个日本换船 老头说 我不踏上日本国土 我说你这70多的老头 不踏上国土 你就在那两艘大船之间 搭一跳板 你颤颤威走过去 你行吗 行 我不上去 那是伤心之地 那是伤心之地 可有谁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他赔款两亿三千万两 这个那个 就是卖国贼 这全是他 对不对 有谁知道 他在日本遇刺 被一个日本浪人 近距离开枪 在脸上打了三枪 有一发子弹 是在眼睛的下边 嵌入颧骨 几乎失明 要入脑袋就死掉了 然后把脑袋 抱得跟个印度人似的 缠来缠 然后写我词了 找日本人 刚才我答应 全部干了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我就这模样 我就让全世界 给你散得应去 日本 吓哭了 你知道 日本当时特别想 在列强面前 做出一副 我是现代文明国家 李勇章看 你文明的头 你看我 我就这 我就给全世界看一看 日本人赶紧求着你 你有什么要求你提 老头在说 赔款少来一点 少了一亿两白银 一亿两 那是全世界 有史以来最贵的一颗子弹 一亿两啊 我的天哪 就这还是人人皆约可杀 对不对 所以你敬其财 息其时 悲其欲 这三句话 怎么就写得这么好 李鸿章 他不是能够 用手托起世界的人 他没那么大的本事 而大清国 又实在是烂到了 几乎也是前无古人 后来者的水平 所以 这是袁伟实先生 他这段话 我希望 大家能够跟我一起看一看 作为一个结尾 他说洋务运动 是近代中国 第一次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 现代化的运动 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两方面 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 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诸如此类 开风起之先的业绩 铭刻着 壁露蓝绿的 开创者的历史功勋 可是 从全局看 它是失败了的事件 而这个现代化良机 所以丧失 说到底 是由于历史机构的重负 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 产生的恶果 创惧痛身 但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 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 去拥抱世界 愿打开了的国门 永远不再关上 这是三十年前说的 今天我拿出来 是不是更有味道 谢谢大家 进入提问回答环节 是吗 拜托我还得回去 我还得回去 所以各位嘴下留情 大家能来到这个地方 坐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结果 就是他的结果 没有他的结果 各位是不会出现在这的 或者在这是拖着辫子的 修太明铁路的劳工 我们当天过来是猪仔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最后这句 打开了的国门 不要再关闭 这是三十年前先生对 中国的期望 过去的十年什么样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所以上周 就是上上周了 我在深圳参加一个会 美国有一个新的 跟托福考试一样 叫Dolingo Dolingo Tech Center 他有这么一个会议 在深圳举办 我们作为校长 我就被邀请去 然后因为有四个 美国顶级大学的 招生官参加会 在他们临走之前 我忍不住 我说了一段话 当然我用英语说 我说各位 我说我不喜欢光说好听的话 我说大家都在说未来前景如何好 我说我想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知道 中国和美国之间出了严重的问题 你们承认吗 大家都点头承认 我说这个问题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是非常严酷的局面 后来我说各位招生官 我希望你听到我的声音 希望你听到我们这些做中国教育人的声音 请保持对中国学生的录取 因为教育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条 维系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民族的传输的纽带了 我就欠求人家了 所以我觉得 说到这儿就 就悲愤不已 没有问题咱可以解散 您请 实际上大家都明白 就是英语教育在家长层面 在学校的执行者层面没有降低 您可能提过一句就是 西安交大最近好像是说 不把四六级成绩跟毕业证挂钩了 对吧 没任何关系 因为四六级成绩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我招聘的老师 哪怕他是宗教 我要求他有双语工作能力的 我会看他有没有英语专业八级 专业六级我都不要 只有中国的专八 才能勉强达到我的双语老师的水平 大学本科的四六级 nothing 我这水平 我都十二级以上 所以我就是 他把这个跟毕业证取消没任何问题 最好把托福什么的搁上 托福SAT什么的搁上 那个就管用了 所以这个呢 不用太介意 老百姓心里明白 老百姓知道我们为什么到今天还得学英文 那些不想学的 或者说他没有机会再学的 也可能是 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吧 对吧 这个 这股势力也确实挺强的 不是有人说取消英语 改练武术吗 中国本段破武术 就又打变世界了是吧 成天黄飞红的 最后就都成大师级别的了 你接着来 首先基数很大 基数在这摆着 所以短期内不会说出现 好的美国大学招不到学生情况 只要他肯招 就中国人一定会 有大量的愿意愿意出来的 这个打开国门40年了 想关上也没那么容易 就就就 昨天前天的事 是日本这个 和污水 全国人民声讨吗 多少脚骂吗 然后这一开关去日本的 东京机场爆满 90%中国人 去吃什么 吃海鲜吗 对不对 就这些 就中国人民心中 其实绝大多数人 至少是有一点点 最起码的认知的 很简单的 就是你如果英语不好 你就天生使一圈一二 因为你的信息来源 就固定了嘛 对吧 天天晚上看新闻联播的 那是一种客观存在 那种奇葩的存在 对吧 那你 所以 那就不用跟他去较证 你们都对 你们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就完了 然后我该学什么 学什么 那你怎么看这个 学英语的文化自信 这个事 学英语一点 不当文化自信 我 原来就是 也是我们北京一个 一个挺有名的 一个历史老师 我师哥 我亲师哥 我们备课的时候 跟我们臭吹 我们俩在底下坐 我们俩面面相觑 我们就想问他 一句 师哥 你将来就想灭了日本 你不要翻译呀 对不对 你不学日语 是你作为一个老师的荣耀 我认为 非蠢即坏 或者又蠢又坏 我相信 我们的 特别是在比较开放发达的地区的 都清楚 真不学那个就是 就没办法 所以我 就你说这问题只有一个 让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痛点 几乎就是不可扭转的一个痛点 就是他把教培给砍了 教培砍了以后 那种相对便宜的外语培训课上不了了 你知道 所以他要 你比你要想再给你的孩子达到同样水平 或者更高水平 你得行一对一私教 这个成本陡然增加 所以他会有一批人 他这量是下来的 但是我有一帮好朋友都是 就是原来也有了当老师 也知道这 人家马上转孩了 比如说英语课 马上改成英语戏剧表演 您说 请问您 我们如果要想在美国给孩子 那个 启蒙一下中国的历史 您有什么 比如推荐的书 或者有一些什么方法吗 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 其实我这辈子最想干的事 就是我人生的理想之一 还有一个是上美国来办一个以中华文化为特色的文理学院 我特想 就是因为ABC特别多 就是华裔圈在美国的这个成长 如果你们跟母国的文化完全断绝的话 这些孩子将来就是扶贫啊 就是他是在美国社会是很难真正的立足的 我们这种culture diversity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 让孩子们能够多少要了解一些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丢人的 起码一部分东西是不丢人的 你要说推荐书目 我可以推荐一些 但是我的专长一般在中学这边 在中学这边 所以呢 我到时候 到时候我看吧 我用什么方式 我把那个书单 我给您发过来 什么呢 我到时候我想办法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那个书单 这个都有 一般是初中以上可能能看 然后就小学高年级的比较好的也能看 您说 是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 你比如说 在国内就是大量的告密的情况 就是他不是说他去 他说我坏 我告你的密 他是真的认为你不对 他真的认为怒发冲冠你们这些这个那个的 他不去用理性的头脑去做最起码的思考 他缺乏这个最基本的能力 所以我挺可怜他们 但是这个民族发展到今天 我们仍然有很多地方 很多事情不能尽如人意 我将来我原来有个词我认为叫共业 佛教讲究业报嘛 这是这个民族过去存在过的可能上百亿人的共业 是我们共同选择了现在的这套东西 这是我们共同选择的 那你在这个投票过程当中 明白人是少数票 少数你要服从多数 而他就没有一个多数保护少数的制度 所以活该像我这儿的人就就这样 我心里现在心态可平和了你知道 就到洛杉矶来 就是这段话我觉得就是回顾历史 你比如说中国儒家也罢 其实不只是儒家 儒家在汉朝已经被改得让孔夫子骂大街了 那根本就不是孔子的儒家 也不是孟子的儒家 孔孟的儒家里边包含着不平等 但是对等的关系 什么呢 你君是君样子 臣是臣样子 对不对 你要不是君样子 我就不是臣样子 对不对 所以到了后来 像朱元璋看到孟子的时候就痛恨了 这种人怎么能够配祥孔庙呢 拉出去直接把孟子给拉出去 后来儒生不敢 信了一千多年了 两千年了 不能拉出去 再给拉回来 然后把孟子这本书删了八十多处 朱元璋是个大字都不怎么认识的人 亲自删了八十多处 你这书还能看吗 这凡是有点骨气的东西 基本都被删干净了 而中国自汉朝以来 所谓的儒家 罢助百家独尊儒术 是儒表而乏理 儒表法理 他的内心是法家的那一套 法家你回去看看商鞅变法 你就知道 商鞅变法在秦国的时候 促使秦国 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七国 七雄当中最强大的一个 最后统一 都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我们原来当做改革家 来大肆弘扬的 但是商鞅是怎么去壮大秦国的 他的育民武术是什么 贫民弱民 贱民 辱民 然后还有一民 他让老百姓穷 你就不能闹事 对不对 当我掌握的最后一个馒头的时候 你们都得给我跪下来 谁跪得早 谁磕头磕得好 我这个蛮头就赏给谁 你还闹弄死你 对不对 让你贫 辱民 让你没有尊严 没有人格 对不对 移民就是统一思想 全国上下时 是一个声音 这些东西 那早就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书 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而儒家所谓的儒家后来的这个统治 儒表法里用的都是这一套 你去看看清朝的文字域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清朝的问题 明朝也有文字域 明朝的文字域不比清朝 水平低 那只不过清朝是少了民族王朝 所以你看着好像是怎么那么着 其实卓元璋的这个血统里边 基因里边有大恶存在 因为他不是贵族出身 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他是一个底层革命者 凡是底层革命者 都写过斯拉的 都写过斯拉 你去看就是中国 咱们不说别人 中国古代这个朝代改换 开国皇帝如果没有 不是前朝贵族的话 基本上都会属于这种暴力的本性 杀功臣 刘邦是不是 刘邦是巨委会主任 对吧 小历级别 你像唐朝 唐朝就不一样 唐太宗那就不一样 隋朝也不一样 对吧 那都是前代贵族 宋朝至少是大将军级别的 明朝什么人 狡猾子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 你说个突 说个光都不行 他当过和尚 这些都是文字狱啊 所以这样的出身 这样的基因 决定中国在这条路上 越走路越窄 我们一直在说 西方的 或者叫世界的近代史 是1500年前后 以新航路的开辟为开端的 而中国的近代史 1840年让人打出来的 这里边差了340年 这340年的差距是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的差距 我们今天从1840年到现在 已经过去快200年了吧 180多年了快200年了 对不对 那离350年左右的这个差距 还差150年呢 中国近40年的伟大的发展进步 众所瞩目 我们没有人不承认 大家坐在这就是一个结果 对不对 往常你们死也出不来 你想出来 户口本呢 粮票呢 对不对 你是出不来的 现在你能出来 就说明进步是有的 但这个进步恰恰是我们开大门 拥抱世界 站在别人三五百年发展基础之上 我们用几十年完成了 人家几百年的东西 对不对 成就大不大 大值不值得吹 不值得吹 想要好吗 继续开门拥抱世界 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现在把门关上一个试试 立刻成为伟大国家 你知道吗 立刻成为伟大国家 咱们不好说 我希望袁先生的话他能看到 我希望他能看 这是三十年前的话 请您说 刚刚您说的就是这个cultural diversity 我想请教您 因为像我们也一直在坐着 在里亚洲 同样这些艺术啊 这些亚洲的这些 我想请问您的是 您觉得中国文化的哪些点 可以让中国族裔之外的人 能够喜欢上 这个可能就得 就得分对象 我觉得第一是中国饭 我原来教我的高中毕业生 每个人必须学会六道中国菜 而且我请最好的厨子来教 我用的原料一定是在纽约 或者洛杉矶的华人超市 能买得到的 我跟他们 他们就那高中生嘛 就是我们都外边吃 我们不做饭 我说你知道你在美国会做饭 你有多好找女朋友吗 他说那这玩意跟这cultural diversity 我说这就是cultural diversity啊 我说你每周末 你就开一个六到八个人的一桌 中国文化体验餐 提前一个月预定 我说你看洋人排队不排队 对不对 就这个东西肯定是 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你从营养上来讲 从科学上来讲 中餐不是不好的 中餐的这个结构不科学不好 但是它不耽误好吃啊 对不对 全世界都 我当天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 我这水平炒出来的菜 加拿大小孩夜里三点敲我门 Michael我可以吃你的饭吗 我说你缺的不缺的 你把我叫你去去去去 我这水平他们都吃 对那您这么说的话美食 可是为什么永远在k趟排队啊 永远在日本餐门口排队 都不是中国餐 因为人家的标准化的水平比你高啊 对不对 人家的标准化 就是当我们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n多种餐的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 搁什么料 我就吃麦当劳去 因为我知道麦当劳一定 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一定不会炒 对不对 我不想拿我的生病冒险 那我们在普及这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要做多大的努力 我们要在配料上怎么去 去精细化 你不能在这菜谱你跟老外说 加盐少许 对吧 花椒若干 这他不知道 我能在加拿大师 就是有一次 我到一个一个加拿大老人家里面去做客 他给我做饭嘛 然后他那个 他也不大会的造成菜谱做 那张写着叫八分之一勺油 我说这勺大小 他怎么能快出八分之一 夸大数一六勺了 其中有一个勺叫八分之一勺 福啊 大写的福啊 这科学化到什么程度了 对吧 按照 就比较好的这个管理模式的 新现代化的管理体制 出来的中餐 也是可以吃的 也比如像 比较留意 PF Chance 大家吃过吗 反正我在美国走的很多地方 PF Chance不怎么好吃 反正对于我这水平不高的人 这可以吃 对吧 还有很多 就是它是可以做大的 但不是熊猫快餐啊 那东西太糟糕了 对对对 我实在忍不住 我觉得美食是其中之一 对不对 另外像中国的诗词歌赋 中国的文字 我其实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 就胡思乱想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道理 就是因为 中国文字的根源 它是象形文字 它是一幅画 而图画刺激孩子的右脑 而文字字母文字刺激他的左脑 所以我发现在英语为母语的阅读者当中 他的阅读障碍的发声率 比中文的要高得多 我一直在跟认知心理学的人 不停在卖我这个理论 我将来你们都诺别人讲 分我点就行 因为我没有能力去研究 我胡猜 是不是学中文 有点用 对吧 这要证实了 你知道咱们有多好挣钱 咱这买们立刻就 中文班就起来了 那你会发现 就我教了 也这些年也成千上万的学生了 用中文为母语的人 阅读的那种 阅读障碍的发声率 可能别的也有啊 也不是没有 但是总体的发声率 远远低于英语为母语的人 对吧 什么时候咱拧个包 能满世界教中文 也能活的 咱也就大国了 你知道吗 就这个是一个纯胡 因为我没有能力去研究 如果谁有能力 咱们可以广而告知 将来记者 这发明权在我就行了 诗词歌赋 是我喜欢的 就是运文 戏剧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一个不好听点 就是凡是表层的东西 咱们都挺好的 深层次的思想哲学 是我们的弱点 我们的弱点 就是思想层面上 中国这些大家嘛 还都是能够拿出 到世界上去说的 但是在哲学层面上 没有 中国没有自己的 像样的哲学 这个你看看黑格尔 对孔子的批判 你就知道 人家说的非常尖刻 但是基本上 你没得拨 就是起码不是一个路子 我觉得科学也罢 哲学也罢 它是不大具有这种地域性的 就没有中国科学 跟西方科学 有人可能跟我正说 中医和西医 是吧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没有中医和西医的区别 只有传统医学 和现代医学的区别 西古医也不行 大家知道 美利坚合成国的开国总统 华盛顿是怎么死的吗 猴颜 就嗓子疼 现在我这病 放血放多了 死窍 对吧 西古医也不行 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呢 很多 就是如果我们要想 真正的去融入世界 我们需要学会 学会怎么做学生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骄傲了太久了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永远想着怎么办 它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个框 什么都能往里装 到最后我们装了装去 就基本全都是 天王洪秀全那种 天父天兄 天王太平天国 就都知道就出来了 我不主张全盘西化 因为我觉得西方人走出来的路 并不都是我们应该 在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全盘接受的 我坚持认为我们自己的好东西 必须被传承下来 否则咱们也就不必要叫中国人了 我叫华裔就没有必要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向西方学习这件事 是林泽徐他们提出来的 到现在 我们如果说三个步骤 第一学器物 第二学制度 第三学思想 我们的器物 现在基本学完了 我们的科技的 除了卡脖子那些 美帝国的老卡脖子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制造业的 算是大国了 我们技术还过得去 就是能吹牛的话 还有点可吹 制度就别提了 思想就更不用提了 对吧 就这两个 所以我原来问过 我学生 我说那中国的近代化完成了吗 他们发现原来没完成 我们三大要素只完成了半个 还欠两分半的 我说这就是你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向西方学习 实现近代化的过程 我们还没有实现近代化 这是为什么今天的在座各位 还能看到很多古代的特色 你能明白吗 就是这个很多东西是千百年来 我们的传统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的孩子们 不管他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在美国他作为他自己 他会活的 基本上会比中国好得多 在中国还要被卷死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各位 首先拜托各位 尔湾的各位 华人兄弟们 不要再卷了 你们不要把美国人也卷死了 你知道吗 这个 给好人留条活路 好吧 你们的卷已经是国内文明了 你知道吗 国内已经知道 我尔湾人民都在卷 希望各位 孩子如果不疯玩 他将来一定把这账给你算回来 请记住啊 如果您的孩子是幼儿园 或者小学的小朋友 拢圆了让他玩 这个才可能让他将来 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孩子 学那么多拼音 没用 学那么多笔画 没用 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被机器所取代 难道我们费尽 小孩的黄金人生 最后学的 都是被取代那些东西吗 各位 我说最不客气的就是 咱们这把的年纪 您不懂五年十年之后 您的孩子什么样 我要做 我在国内做校长 做老师 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阻止家长侵害孩子 这是我最大的任务 但是成就不够 成就不够 听听说 您来 你好 我对您的视频 也归了十来年了 谢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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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我一种 比较大的就是 好像您给 是高一的吗 学问者说 有那么一个 高二 高二文科 万一学文者说 对 然后里面有好多书 其实对我 对我 对我 然后后面你好像 还有一个采访 就是我今天特别想 问您一个问题 我真没想到今天 我被当面见到 你真的 我谢谢你 你别让我激动了 就行了 我什么应该做 你随便 坐下 你有一个讲座 你们谈到我一本书 说您特别喜欢 周有光的招文道具 对 然后我 老先生那是 人中之祥瑞 一百一百一十一岁死的 一百一十岁吧 1906年到 2017年 2016年 对 应该 虚实算 一百一十二了 然后我看到您这个视频 我就是下单买了 买完之后 就也就跟您 在Rubberkart看了 那就是一样 那小说 对 我一直看好长时间 所以我今天 我特别想 问您一个 很自然的 就是 您当初是怎么知道 是别人推荐还是 我真忘了 我真忘了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没有这么多 电子的东西 我们最大的乐趣 就是逃书 就到处去逃书 如果能找到 这样的好书 就可以留恋忘返 在那儿 不吃不睡的 在那儿待着 我那个时候 当北京 在首都师大 当师范语生 每个月 国家发务54块钱 我是被北京市政府 雇着上大学的 然后我们一定要 省下一半来 买书 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大概有五六千册书 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 如果各位想选书的 因为好如烟海 我不可能给您推荐 说我那是我的一己之间 你想做 就是大家在选书的时候 我建议就是 什么都可以读一点 不是说 就是非得吃 天天吃大餐 快餐就不能吃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不要成天吃快餐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读一些 比较行业中 比较著名的 大师级的人物的书 著名的出版社的书 顶级翻译的书 特别是 就是外国的这书啊 能读原版最好 如果读不了原版的话 最好的翻译版本 很重要 一定注意啊 这个翻译 要是翻译的很烂的话 还不如不读 会恶心死你的 那我原来特别神 就是读过 我读过一本 就是那个 布莱德利将军回忆录 美国的五星将军 布莱德利将军嘛 回忆录 那里边就是中国人 一个是一个什么人 犯都忘了 不是有一句老话说是 中国跟美国这个朝鲜战争 是朝鲜不战败 美国不是战败了吗 第一次战败吗 不是 然后有人就问 那布莱德利将军说了 我们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跟错误的敌人打了 一场错误的战争 那布莱德利将军 是五星上将 是美国参谋长 议会主席 他都这么说了 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 美国输了呀 对不对 我说你查过原文没有 原文中明确的提到 布莱德利将军 是在国会的 外交军事委员会 上作证的时候说 说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with the wrong enemy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with the wrong enemy 这四个 wrong说在是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什么叫误的 虚拟语气还没发生 对不对 this strategy是什么 是麦克阿瑟说的 用核武器轰炸弓备 人家什么时候说 我们打败了 对吧 这个话说出来 他用了四个run 当时美国记者 就直接质问他 你是不是认为 我们打败了 那是1951年 战争到1953年 才最后停战 对不对 后面还打了两年多呢 对吧 就这种东西 在那本书里被翻译 就是他都翻译出来了 波拉德利将军说了 我不是那意思 然后这个是有什么前提 他全都翻译出来了 前言说 美国参谱与会主席 波拉德利将军说 我们再凑个时间 凑个时间凑个时间凑个 所以美国人是认输了 我在那本书的批诸 想这书是你翻译的吗 你看过吗 你要看过 不至于在前言再写这个吧 但这句话是 关于朝鲜战争可以说 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句话 对不对 因为我们终于打败美国主义了 美国用了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陆军 八分之一的海空军 人家根本就重点在欧洲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冷战的局势 冷战中的热战发生在哪 不重要的地方 因为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世界大战了 你试试欧洲美国跟苏联对抗去了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不对 但热战打在哪呢 打在朝鲜 打在越南 说白了就是打着玩 你压根就不是战略重点 还真把自我当回事呢 冷战中的热战 美国没有倾其全力去打 当然他也没有意料到说 1950年中国就敢 成百万剑职的派兵 对不对 也确实吓了麦克阿瑟一跳 老将军 万劫不保 是吧 那单说 但是美国的政策 你今天去发现 所有的解密档案 没有任何一条是 借着这事 他要侵略中国的 没有 对不对 你不能要求 他当时的党上国家领导人 就认识到这一点 就不做防备 他做防备是对的 他出兵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认为我们 有足够的道理 甚至我们还打赢了 那不就是自娱自乐的吗 对吧 所以我想 有几个数据 你可以想 为什么我们打到 三七线的时候不停止 最后签约的是三八线 这一个纬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打赢 应该打三六线去 对吧 应该按照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豪言壮语 一抛尿 把美帝国主义 自太平洋里的 这是咱亲口说过的吗 对吧 但是 为什么会回到三八线去谈 那就是因为 李秦也把你打回去了吗 一个纬都是被人打回去的呀 这些 不能细说了 拿个例子来举 就是好的翻译 极为重要 好的翻译极为重要 所以我想 各位在选书的时候 用这些作为reference 作为参考吧 它不必然导致好书 但是可以过滤掉绝大部分的坏数 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就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需要九点半之前 就是必须要离开这个场地 那我们就不好意思 今天的问题就到此结束 抱歉 抱歉 非常感谢施老师的精彩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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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